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啦 今天就是拍分享我的瑜伽衣服 以及去解答大家一些议题 不如说大家最关心 我们的bra top 应该怎么选择 有些杯形已经设定了 例如这个 大家看到吗? 它好像bra 杯的位置 这里是戒了 你的胸就会变成四个胸 所以记住 所有的bra top 如果你是胸围形 一定要先试清楚 我平时推荐 我平时推荐的话 都是有箭 但是一个普通的 好像半身的top款 我觉得是最好最舒服的 我自己做瑜伽 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也不会压扁 但是它的币 都要逼稍微粗 如果你是胸围 就不是太大负担 其实幼币都可以 幼币就会显得瘦一点 会显得不太大 越粗的币就会显得薄越滑 但是我现在穿的 它就会承托力最好 也有一些款 其实呢 就会是比较薄的 它里面 其实呢 就不 supposed 被人摆墊 所以呢 其实我穿这个款 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冰 或者什么 就会有些特点的情况 有时候呢 我就会把它在里面 这个位置 我就会戒一个小孔 在这个网的位置 那里面通常都有一块沙 在里面 戒一个小孔 然后自己放个肩膀 都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经常都问我 欸? 那我跑步的时候 应该穿什么褲呢 是最好呢 那我就可以和大家推介了 那其实呢 2xU呢 是很适合跑步 行山等等的 那最近呢 它都非常之兴起 就是 你看到很多人 还有这些褲子 其实都买得不便宜 但是它的设计呢 其实是真的帮你包住脚 那你穿下去的时候 都有一点点技巧 其实你穿下去的时候 要真的穿适合的位置 呃 support会好些 那我其实就 通常跑步 或者冬天跑步的时候 那我都会穿2xU的一条褲子去跑 那我行山都是的 那它也有出一些bra top的款 那它也是 比较没有里面 没有一个墊 那所以就看看你自己介不介意 那这些褲子呢 其实我也有很多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了 大家看一下 那至于 好啦 我做瑜伽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穿什么的褲呢 薄身 就是不可以太厚 因为我常觉得太厚身呢 你做现在的时候 很不方便 那我知道现在呢 很流行那些什么瘦身褲 是不是 但是呢 其实你留意它的质地 是比较厚 那所以你做起运动上来呢 其实是比较 呃 即是阻碍 除了功能性之外 我觉得美观也很重要 因为你自己都看着自己的脚 那我现在穿的褲呢 通常都是比较中腰至高腰 那TT卡这个牌子 其实呢 我就常常都穿的 就是现在的凌冬 那为什么我会常常穿呢 因为其实它的理念呢 就是说 嗯 它不只是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穿 它出街都可以穿 那的而且确 它的款呢 是比较 呃 就是 fashion 那我自己 大家都应该常常看到 那些照片 是的 那我都会常常穿它们的brand 那它们那些款呢 都是比较设计感 重一点的 它都有出一些 例如是 做完运动之后 我立刻可以套上去的一些 呃 呃 或者是一些 垃圾 那它也有一些 比较前纹一点的款式 那如果你本身呢 是属于 脚比较纤幼的女生 我绝对推荐你 是选择一些 花巧的褲子 因为我不是 我就是 也就是 脚不属于好友 所以我都会偏向 单一色的 那就是脚呢 那就是脚呢 看得不太粗了 那很多不同的brand 其实都出了 一个走红色的 褲子 那现在是 都挺流行的 那另外一个牌子呢 就是 Job of mindfulness 那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我以前 就 我想大部分的 瑜伽衣 都是它这个brand 那我最喜欢的 他们一个设计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后面有一条 这样的纹 看得到 那我 其实这个纹 是穿到屁股很漂亮 就是会收到屁股 好像刚刚没有 shape 很有线条 我那时候经常都穿 现在也是有穿的 他现在都出了大胆了 就是出了很多浅色系列 浅色未必会穿到脚粗 再重新说一次 通常单食系 或者线条 比较简单 都会令脚翼 看得比较不瘦 例如一件蜂褂 它也很挡风 也很挡雨 其实我平时有很多这些风生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很薄身 可以用来当太阳等等 其实呢 我会拿这些衣服去市场 我就要和大家说一说 我最近都挺喜好的 一个台湾的 brand 它的褂褂其实都是偏简单的 例如它上面一件是日薄的 其实它出街都非常之好看 它就这样加电套出去 已经可以了 而且它有些款式是前面拉链 所以很方便 有时候你出汗 你不用再拉上来 就一拉链拉下去就搞定了 它这些款式也是漂亮的 有时候我会穿衣服 或者做瑜伽 也有一些是有花款 这个我完全没穿过 如果大家喜欢暗花 大家就可以去试一下 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Super Dry 其实也是挺漂亮的 但Super Dry 就偏向它的褂褂 是比较花 是的 当时我选 我已经是选一件最不花 但是有很多字 很多pattern 我就买回所有的褂 我偏向都是买家 小码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牌子 就叫Roomy X 那它呢 其实就是 环保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是循环再造的 用些材料 那就去做多一条褂 再去染色 那我开始都想 嗯 会不会的材料 会不会那么好呢 那就不会 我穿下去 其实我也穿了很多次 这条褂 但是它依然是非常之 耐心 当我做这个 瘦小腿运动的时候 我就是穿着这条褂 那这条褂呢 是很意外地 我穿得很瘦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它上面是深色 下面是浅色 那它帮我修了大腿的型的时候 我小腿又好像跟我大腿很平均 它那些衣服啊 就是那些bra top啊 那其实都挺stylish的 是的 那它也有出一些背心 那如果大家是 觉得我平时喜欢保瘦一点 不喜欢露腰呢 那其实这个款呢 它也是帮你收到胸有很大 那又可以帮你遮肚 那有时候我都会这样穿着戒 是的 总结来说 其实我觉得 我的瑜伽衣呢 我的要求是 漂亮 穿得我瘦 和舒服 和不容易穿 那其实呢 就已经可以符合了我的要求的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 留意我的Instagram 或者我的Facebook 那我等一下呢 就会放在 观塘我朋友的一间 sport的店里面 买的 是的 那就当二手衣买吧 那都会用一个很便宜的 很优惠的价钱 去买回去 那有很多衣服 其实我穿都没穿过 那 那我也是打算帮我家打造出 那也想你们可以有多些不同的选择 那另外呢 那我也可以拿钱去做一些善事 那就一对三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了 Thank you 希望大家留意我下一次video 拜拜